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比较矮的人 我比较建议用坐姿 因为坐姿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以臀横纹彼此这样划下来 你臀横纹对它的臀横纹也很好 很方便 然后再来方便的是怎样 你这一手放着 然后这个位置怎么找就是这个靠骨 然后最新的就是这个找出来之后 稍微往内压 然后往下压 压到碰到骨头 这个就是第一点 非常好找 就是我们皮带的地方对不对 这个靠骨 那你这样插过来 这里拇指稍微往下 然后往内侧顶 那这样一顶 一顶到骨头 这个骨头就是第一点了 这一点找到了 根本其他都不用比 但是有一些初学者 他还要比到怎么样 这一点 然后再画一个线 有没有 或是每一个点都还要在 其实不必 因为接下来你的姿势对 你一定是沿着骨旁下 那自然就没有问题 如果你真的实在不会 好 那你就把这两点 因为这一点找出来 那尾锥的骨旁 你也把它找出来 那你比出来 就在这里 但是问题是 你比得出来 但是姿势下去的时候 你如果错误照样偏了 你即便怎么画 所以不在意画 而是那个姿势要做出来 好 那我们来示范给大家看 第一点 好 我们已经确定在这里 那手扶着 那我们这个手就靠过去 那要揉怎么样呢 屁股要离开咯 不能一直坐着 坐着就没有力量 就用手的力量 我们是要用身体 所以这样 好 那你们看 我的身体变成怎么样 我全部压侧面 然后压在这一点 当支撑 我不是这样 这样也做不出来 这样 刚好这个点 好 那我们就沿着这样 你只要做得出姿势 这样摆对 这个姿势 其实是蛮轻松的 好 就这样一直下 一定是在骨旁 你根本不用怀疑 好 你不用再去比 好 那页下来 你就可以坐下来 到这里就不用提屁股 好 这样 那这个应该就是最后一点 好 这是坐姿 就不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